育兒之路不好走小劉給你靠啦 這個小朋友如果不乖呢 家長通常都會覺得理智線快要鍛鍊 這個時候到底怎麼辦呢 是啊每次小孩再歡時 腦海又會出現愛的教育四個字 真的是會讓家長們無奈 但又想把他們勸勸擦擦 所以這次的Monstalk 我們又請到了育兒專家呂周易老師 還有總和幾個家長們 都會碰到的疑難雜診 請專家來替大家解答 其中美女主播陳資麗 也是個三歲小男孩的媽 主要肩負起育兒責任的她 幾個問題就讓她很胡鬧 另一半都很喜歡叫我去當妹妹 那小孩子也真的都挑軟柿子吃 可是另一半以後 就真的會把你推到黑眼最前線 譬如說違禁的 壞事情的 什麼都來問媽咪 什麼彩虹線的都要問媽咪 那我如何有技巧的回憶 小孩子問我的這一些難題呢 很多媽媽說 我陪孩子時間比較多 孩子比較不聽我們的話 這個我們也發現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孩子知道說 我愛你 那我喜歡你做什麼好的事情 好的行為 我要明確讓孩子講 如果爸爸叫我 爸爸來問我 好 OK 那我說吃糖果 會讓你長醋芽 所以呢 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 然後對於另外一半 不肯當黑臉這件事 專家還有個幽默小撇步 我也不想要每天都生氣 我也想當你 很溫柔賢淑的老婆跟妻子 而且我生氣了 我就要買更多包養品 來減少養貢 我生氣了 我可能也會順便罵你 而說到家長們生氣 還有這件事也很困擾 父母也許 譬如說我舉例 譬如說開車今天暴衝 也許爸爸不小心罵個髒話 或者是在看政論節目的時候 有些情緒性的發言 在事後小朋友學到之後 要怎麼樣將他引導回來 第一個如果我們發現 孩子注意到了 我媽媽馬上跟孩子說 不好意思喔 爸媽媽剛才情緒失控了 剛才講得不好聽的話 你不要學我 我會改進 也要讓孩子知道說 爸爸媽媽也會有情緒 我不是故意的 但是我說錯話 我做錯了 所以以後你不要學我 如果下次做錯了 你也要提醒我 另外我們也有升級醫會員 Mami來信請教專家 小孩如果不順他的意 情緒上來就抑怒 甚至還會動手攻擊別人 是在讓人很頭痛 一定要讓孩子知道說 打人家是不對的喔 打自己也不要這樣子 讓孩子知道哭沒有用 那慢慢說出來你要什麼 那媽媽也會跟你講 爸爸也會跟你說 現在我們要做什麼 那當然有些虎媽跟嬰霸會說 你不可以哭 你打人是不對的 那我要打你 那第一個我們建議 我媽跟嬰霸要忍耐 因為打孩子太大力會麻煩 可是有些爸爸媽媽是奉行愛的教育 我不要對你兇 那我全部都尊重你的意願 其實這時候我們就建議 這些非常柔軟的爸爸媽媽 一定要讓孩子知道說 我們愛他 可是我們不能放縱他 我愛你 但是我會教你什麼是對的行 我相信這個在鎖定這個鏡頭的家長們 一定也都覺得有感覺了 應該可以調整一下自己的做法 大家加油 謝謝 非常感謝呂老師的幫忙 那麼也請各位爸爸媽媽 如果未來還有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相關的新聞連結下面留言 人妻小留給你看喔 不要忘記喔 記得下次我們MomsTalk下次見 拜拜 拜拜